合理的答案 但是有的人 他進行的時候就已經 腦袋裡在掙很多 不對的 不正確的觀念 和不正確的屬性 所以一個手要跟我們一樣的想法 比較困難 我們想說可以了 這個陳醫生教授 當然我跟他的董事很久了 他的辦公室剛在我辦公室後面那裡而已 他可以說真正本土派的師匠 台灣醫生很強的人 他也是 變成言論 一方言論的那個領袖 在這個台灣歷史方面 也可以說非常的 有尊重的了解 尊重的研究 但是他在說到我們的 1975年到1975年 中間這個歷史 他以後覺得 台灣 台灣 可以說有兩次嘛 台灣已經獨立了 跟台灣要不獨立這個政策裡面 要是參加在這個混戰裡面 要在這個所在的混戰 要不就脫離 跳脫 跳脫這個 傳統的師匯嘛 所以這可能是個人的做法的關係 我記得 我在2007年 那一年 要跳脫 像我這檔子的時候 我看到 秘書長 林志森 跟我們的顧問何瑞合社那本 美國軍事彈領下的台灣 我就豁然開朗 因為過去我在想這問題 都沒有在這檔子 在這檔子裡面 我就得到 重分的檔子 我完全接受 這個 我們的秘書長那邊 主張和論述 在 他們新國家 聯名的時候 成立 在開朗 六甲開朗的時候 他們就把他邀請 寫 寫一個邀請 叫我寫一名文章 裡面很多 說什麼學者 要怎麼證明 什麼學者要怎麼遮憲 什麼學者要怎麼 台灣建立一個導流的國家 我想 欸 跟之前這樣沒這個 過去李先生 李田園先生 就沒那麼久了 旁邊的時間也說很久了 說就要證明 借宣 怎麼端 台灣就變成一個導流的國家 沒這麼久都沒成 你這樣想 要怎麼 做證明 做借宣 我就 將會 邀請函放在旁邊 我沒有三分鐘 陳基森律師 陳基森律師 不是專門打電話 很勇心 打電話 說 我們給你寫一個邀請函 你不知道有寫 說有啊有啊 他說拜託你給我寫一分鐘 我說 不要啦 陳律師 我 不營不工 我沒有時間給你寫一分鐘 我沒有 不想去參加這個會 說不要啦 你狀化人 你在故鄉 你怎麼 在要退休 我愛心 都經營 故鄉 聽說你都在整齊 我說是 我的整齊我已經不行了 給你寫一片 你來打擾一下 來給我報告一下 你 從財經方面研究 非常透徹 來給我寫一片 說不要不要 我沒有時間 我沒有說 我這個心 一個整個的心 屬宿 屬庫 都完全在這個法理建國論述 裡面了 已經把每件事都等在旁邊 像我這邊 李靖維先生 那種起訴的時候 很多人 說你的老鼠 你用起訴 你就要替他講話 我也沒有心情 我說這事情重要 台灣的事情比較重要 個人的事情 不重要 我是這樣想 在台面上 我算 哪一根蔥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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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 在台面上 要不 有人 別 我 所以 我 我專心參加這個法律建國 好的這個運動,我們TCG,台灣民進府這個運動 這個比較重要 我們這個 風向是政客的,我們的論事是政客的 我們如果真的 可以一步一步打進,我們的目標的時候 立場的事情都改革了 所以我說不必費時間,費精神 在頭的那個小隔,我們這個大隔 那頭的大隔,改革的時候,馬上很多小隔,都改革了 我們要來想啦,所以我跟他說 趁你孫公叫我去參加那個月 我抱歉說,你要創什麼政靈之線,你都來不及了啦 來不及了,也沒有用啦 做過了啦,做到那些年都沒辦法,沒辦法,都沒成功啦 不要再去浪費時間 我沒有這樣說,我說我不行啦 我齁,探你工作很不容易的啦 我想你看,你能夠幫我盜責嗎 所以我還給你下文獎 當然是跟玩具啦,歪掉了 歪掉了 七月七 六月第一生啦 來年七月七的募款餐 不可能以前你也打電話來幫我搖簽 欸吵架吵架 感謝你過去,幫我幫忙很多 你是不是喔,這邊沒看什麼 你來做貴賓啦 來做貴賓啦 你不用出貨賤啦 你像我當然沒錢,兩人出貨賤 說你不用出貨賤來做貴賤 我說欸,我做事了,很抱歉,還給你開這張電話 我太忙了 我慘了,我做四家的慘了 很忙了 哪裏我做四家的慘了 哪裏我做四家的慘了 我做三萬六千家以上啦 這裏就是我在做的工作 我不要說我做四家的慘了 不可以賺賤啦 你不用看慘了,很多人去就好了 我不用去啦 我不是什麼人物啦 不要啦 這樣就好了,謝謝啦 各位 我希望你們,我們大家 都跟著一樣 我們這裁造的東西,都跟著一樣 把競爭 三萬六千公圈的土地 做最重要的工作來做 其他都不重要啦 我們這個事情,成功的時候 其他事情都改割,這樣好不好 好 我齁,這兩邊齁,看了這麼多人來齁 我們在街上,做無需時 齁,大家聚精會順的聽他們講 齁,我也很感心 今天也是一樣 我們慘醫生教授在這裡報告的是 不管他的紛失 是跟我們會符合不符合 總是他把我們集出一個方向 就是說他把我們建議也會很客氣 但是我們有我們的方向 跟我們的方向 按照我們政府的方向 跟政府的方向 人間下去做就對了 齁,不排斥說 跟他們合作 在目中的程度 我們大家可以 負重體諒的環圍 負重幫助的環圍 我們跟人和團體 都可以來溝通 來和協同合作 甚至於 潛然的,我們都要接受他 這樣是我們這個 鄉親幫他看 我們路就怎麼看 接近我們成功的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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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目標 這個這個演講 我也講 我說 我在 初初我在中間研究的時候 有一個美國文化研究所 研究工作人員 叫做趙琪 他是一個 中國流亡 流亡難民的這個主力 他用他去美國讀書 他專門研究什麼呢 他專門研究煎熬 他叫孫五年 到這個 古金山飛躍 這中間 這六七年 整個台灣台灣的問題 我給陳醫生提醒 你可能要去看他的文章 這樣說呢 他 去美國的那個 這個 機密的 那是 喂 我有一些資料出來 寫了 優冠 叫孫五年 以後 他叫孫五年 四月二倍 這個 古金山飛躍 簽約以前 這大中間的 美中 台關係 就是美中 美國中國 跟這個 中華民國 跟台灣的問題 這個關係 他跟他說 那時候他比較單純 他跟他說 哎呦我每次 我去台中 報到我的研究成果 我都叫孫五年 他們的主管 他們的所長 是一個流亡學生 流亡學生 到台外文室 投研究所 然後就去做高雄 要先 去美國文化 研究所做 所長 都很嚴重 我們那個 首長 朱首長 非常嚴厲嘛 像你這樣寫出來的話 你這文章一登出來的話 我們中華民國在台灣就沒有 立場 在台灣就沒有立場 可以統治台灣人民 所以他們就不可以頂 歷史 台大歷史是比較 台大歷史是比較 因為我是1976年 去美國的時候 我是台銘國國務院獎學金 他也一樣 我們兩個剛才 台銘國國務院獎學金 所以我們在七月的時候 就去 這個 University of Texas 就是那個 德州大學 奧斯丁校區 那個地方 去接受語文訓練 就是orientation 我們在那邊已經一個多月相處 所以 後來結束以後 他去他學校 我去我的校 幾年後我們回到中華園園區的時候 又碰在一起 然後就 比較上可以聊天 彼此也可以很多溝通 然後他就跟我說 他說他 寫的文章 是很重心的 去美國的經驗檔案師 去找資料去寫 寫出來的時候 喔 發言說 台灣人 很慘 耶 對我講 發言說 中華民國在這個地方 平無 對台灣平無主管 這個文章寫出來的時候 去報告 不能感動 所以我就跟 陳醫生 陳教授說 你去找那個人 我一回遇到他 我看你去找他 我就遇到他 我說 趙教授 你以前 寫的文章 你說不可以發表的 可以給我嗎 他說不可以隨便 沒有人 就是他有受到經過 他在中華園園園 都沒有生產的空間 所以他就要去 台大理事室 去全人去開口 所以你看看 中華民國這個體制 國民黨這個奧道的體制的時候 他不是只有對我們台灣的阿伯而已 對一樣的流氓的難民的資歷 他有什麼爭執著見 也是不准他發表的 也沒有自由發表 或者自由思考的空間 但是我知道他很難 他覺得他做一個流氓難民的一分子 他對台灣覺得很虧欠 我知道他很虧欠 我們也有這種好人 他也不是沒有 我是說 今天聽陳醫生教授說這麼多 也很有感觸 有很多感想 在這裡跟大家做簡單的報告 我相信 剛才我所說的 我們的方向是政客的 我們的論述是政客的 策略還是政客的時候 所以我們就要研究我們的策略 策略還是政客的時候 我們就會一帆風順 但是中間難免有挫折 我們的動心裡面 對 有的人會覺得說 我比較快的 前後 或是要做什麼大的事情 要更直接的報索 難免有的不一樣的看法 不一樣的主要 但是我們希望說 如果這種的情形 盡量跟我們中央的幹部 來溝通 別說自己多好 黑白說 這樣我們比較不會說 我們的這個 中國的這個力量 強化 是我們分散了 這樣 所以 很感心 會很感謝說 在這年的熱的天氣 我們第一次是 六度很冷冷冷冷冷冷 現在來的時候 是三十幾度熱屁屁屁 這年的熱的天氣裡面 我相信大家坐在這裡 從昨晚開始坐 坐在這當中 坐兩天我 腳趁我都會算而已 表示說我會累 我會累 所以我 盡量在說 我們這個庇墓室的時候 不要說太多話 我們剛才貪 要不要留學的時候 甭去外面那一層 也不斤 甭去適合 甭去適合 先讓大家 以前回家 休息 很感謝大家的參與 謝謝 謝謝 我們當時做三萬幾家 我現在要做兩萬幾家 好了 李政 走 走 我們 椅子齁 都蓋起來上面 桌子上 這樣